基礎的東西不夠紋 不夠紮紋的話 那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就會呈現很多很多問題出現 如果說利用這個方式 讓他們知道更多更多的基礎的東西是什麼 他們可能或許就會 把他們的觀念就會校正過來 那如果你今天去當教練 你就有這個想法去教他們 那不是一個更好的結果嗎 因為你喜歡棒球未來你也會希望在 處在於棒球的領域上面也有可能 因為棒球的領域它其實是蠻廣泛的 不管是教球教練或者是數據或者是影片 這些其實都是很大很大的相關的東西 那你有辦法去調整 有辦法去給他意見的時候 那這些人是不是 這個環境就會慢慢的去改變 因為他們懂東西越來越多了 那我覺得這其實是不管 不只是幫助到他們而已 而是未來棒球界裡面 它會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影響 就是我第一次來就是訓練營這樣子 就是聽他們就是如何就是教 就是教學人對我來說也是我可以學習的地方 然後在同時我在教人家的時候 我可以就是我腦袋可以就是放一次 那我覺得這對我來說也有很大的幫助 就是如何我教別人 然後同時我在想過之後 那對我其實來也有幫助這樣子 像一些阻塞一些動作跟他們說一些就是跨步的動作 那我實際操作跟他們講完之後 那我再想一次之後 我就覺得欸 因為事實上有時候我身為我是全國 我也常常會忽略這塊的地方 他們都是抱著學習的心來 所以其實在教的時候很好溝通 因為你跟他講然後他會聽得懂 然後做的時候雖然說不懂 可是他會去思考就是說要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在思考在投球動作上面 我就覺得說這就是他們來的時候我們主要的目的 就是讓他們能就是思考自己的動作這樣子 對 喔 殺了你方向 喔 殺了你方向 你也太不給面子了 喔 殺了你方向 喔 殺了你方向 你也太不給面子了 喔 殺了你方向 喔 殺了你方向 喔 殺了你 太不給面子了 好漂亮喔 喔 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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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 包包 最後還是關鍵一球